北京时间4月6日CBA技欧赛事继续进行 但令球迷比较遗憾的是 北京男篮已经是无缘的技欧赛走台 而球队在遭遇吉林捧扫后 主角练亚尼斯是更是宣布了辞职的消息 并且用了一封地铁信来向所有人进行告别 信的内容大致如下 亚尼斯首先是向所有球迷以及工作者表示了歉意 最后对于北京男篮的实力表示 只将承担所有的责任 最后亚尼斯表示 将不会继续担任球队主角练的职位 那亚尼斯的离开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 那就是谁会成为北京男篮下列人主帅 谁执教北京男篮最为何事呢 关于这个问题 在亚尼斯下课的第二天就已经有了很好的答案 也被说是亚尼斯下课第二天 北京队的新帅诞生了 他就是45岁手握CBA三冠并且带着随身翻译的马布里 支持马布里指教北京男篮的主要是下面的三点原因 第一马布里经年多个赛季没能带领北空男篮冲击季游赛 那从这一点情况来看 北空男篮的管理层很可能会在本赛季的休赛期 与马布里解约 所以从时间上来说 马布里刚好可以签约北京男篮 对吧 第二马布里首握的这个CBA三冠 都是他效力北京男篮时期带领球队获得的 所以马布里对于北京男篮巅峰时期的这个战术的体系和风格的理念 依然会非常的熟悉 另外马布里当年的很多队友啊 目前仍在北京男篮效力 这样也可以直接省去这个教练和队员之间这个磨合的这个问题 第三北京男篮目前的这个阵容构造属于两极分化 年轻的局员太过年轻 年轻能用的这个主力年龄偏大 所以这时候北京队最需要的已经不是下赛季去争夺联赛的冠军冲击好的名次 而是想办法去挖掘新人 培养新人 而拥有这个NBA训练经验的马布里 完全可以帮助球队去精心的培养这批年轻球员 同时也可以这个利用马布里的这个个人资源 将国内的球员送到更高标准级别的联赛啊 因此来看马布里将会是北京男篮教练的最佳人选 各位球迷朋友推辞你 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